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逸兒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就我很喜歡用的氣墊粉餅 因為氣墊粉餅其實很方便上妝 但是氣墊粉餅因為保濕的關係 因為剛好如果夏天 台灣天氣有比較濕的話 其實會有 有時候會有比較亮亮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我會先用一點點的亮 因為如果你化妝技巧沒有那麼好的話 一次用太多的話 可能會太太可能整個太亮了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我會先壓一點點出來 然後均勻的沾一沾不要太多 打在大面積的部分 比如說額頭 臉頰 大面積的打完之後 因為我手就是技巧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我有一個秘密武器 在比較細部的地方 比如說眼周附近啊 或是鼻翼兩側就用這個打 用沾一點點氣墊粉餅這樣搭一點 用這個有另一個很棒的小撇步 就是可能你平常會需要用西右面紙啊 或是帶一家包小包的一大堆盒子 但如果你需要方便的時候 你可以只帶他跟他 我可以用這邊 拿沾一些打在T字部位 這樣畫起來質感就會不一樣 因為這樣之後呢 這邊比較會有霧霧的感覺 比較不會是油亮的 所以這是我的小技巧 希望你們會喜歡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